作为一个东北人 从2006年毕业到北京 算起来我已经离开家乡有15年了 这些年里我总盘算着 要找一段时间好好回去住一阵子 记录一下东北大地上的那些故事 尤其近些年来掀起了一阵东北文艺复兴 东北题材的文学 影视和音乐备受关注 这反倒让我每次回去的时候 有种尽相情窃的心情 因为我很羡慕那些东北作家 导演和音乐人的作品 它们是从土壤里生长出来的创作力 而我和那片土壤的连接 似乎已经被切断很久了 但如果不回去走一走住一住 这样的连接永远建立不起来 所以现在我终于鼓足了勇气 要在大雪天里回东北去走一趟 收集一些有意思的声音 去见一些有意思的人 提示一下 因为这次东北执行我收集了非常多 我自己还蛮喜欢的声音 所以在本期节目当中 每次播放这些声音素材 我都会多留给你一点时间 来跟我一起感受 另外还要感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农业农村频道的特别节目 听香音过大年 他们全程跟拍了我回家乡 收集声音故事的这个过程 留下了大量的影像素材 这个纪录片预计会在春节期间再央视不出 今天这期节目在 故事FM微信公众号的推送里 我们也会放出一些图片资料 我现在在长白山上 露出风吹过的声音 现在应该是零下二十多度 风非常的大 刚才你听到的我发出的这个猪叫声 是因为长白山上的风实在是太大了 没说几句话 我录音机的防风罩就被吹跑了 我赶紧去追 长白山可谓是一片苦寒之地 在历史上一直是地广人稀 清政府一直把长白山作为神山 东北又是满足的发祥地 被封禁了两百年 所以自然环境曾经保持的特别好 但是后来 森林破坏的还是比较严重 树木砍伐和红松子的采摘 导致森林面积大范围的所减 现在长白山自然保护区不仅严禁砍伐 而且禁止任何人进入 你刚才听到的那段声音是在长白山景区路的 景区是游客可以进入的范围 而我这次是有幸得到了长白山管委会的批准 进入到保护区来收集自然的声音 我叫徐桂华 今年是四三二岁了 我工作是十七年了 这次带我进入保护区的是 黄松蒲广固点的组长徐桂华 我穿了四层裤子全服服装 我们要加入雪队模特进入一片无人区 里面都没有手机信号 不让保护区是一草一木不让的 我在道路的两旁看到了无数的封倒墓 就是被风吹倒的树木 按理说这些都是很宝贵的资源 但是保护区的政策非常严格 一草一木都不能带出保护区 徐桂华在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工作重点 春夏主要有两项工作 驱逐挖野菜的人和统计树木遭受虫害侵袭的情况 秋天责任重 秋天还得防火 这些徐桂华的同事明亮 还得秋天咱们这二道百合有松子 还得抓打松子 有的时候大冬天那雪的老神 都得他们都进去 他们进去我们就得进去 不能让他们破坏 因为松子都是保护区域的所有的松鼠 灰狗 你要是多让他们打光了 这些动物不就饿死了吗 生态不就保持不平衡了吗 徐队长巡视到中午 现在开始漫天飞雪 特别大的雪 但徐队长说 这个雪其实算不上是大雪 只能算是中雪 我们走过的痕迹 三分钟就被覆盖上了 我现在都不知道 我鼻子上是否有流鼻涕 因为我现在已经脸都麻木了 现在在我的脚旁边 是动物的足迹 徐队长说 这应该是野猪的足迹 挺大的一只野猪 飘雪的声音 这飘雪的声音 对 如果你啥也没听到的话 就对了 飘雪就是没有什么声音 但我就是想录下 这个安静的声音 安静声音 是不是有点矛盾 这一天的熊呼 最幸运的一刻来了 就是我们真的发现了 黑熊的足迹 你看这个 这个就是那个黑熊足迹了 这就是黑熊足迹 对 你们看它这个特别大 这宽度就20多公分 你再看它这个长度 得达到30多公分 那它这个熊 不得几百斤往上了 都得 我穿42的鞋 你发现没 你看它这个 大多了 是不是 这个多长时间 你能看到一次黑熊的足迹 看着它不太多 太幸运了 那时候我们跟着我们复杂党那时候 那是2018年吧 我们就是近河边那个区域 就是导幕多嘛 我们正好就是往下走的时候 可能打扰人家 那个黑熊睡觉了 你知道吧 离能有十多米就站起来了 那个熊 吓死了 我的毛都立起来了 连喊 我们都凹喊 那个熊 走了 它跑了 它跑了 最起码它没攻击人 你知道吧 那你们巡查的时候 会带一点护身的武器之类的吗 就我们有时候就是发那个甩棍子 还有发那个垃圾水 就公安局 警察用 对着黑熊说流氓 就那个 在我们行驶了一大半路程的时候 前面的徐桂华停下来了 原来前面有两根倒掉的树 横在路上 不新鲜的 这钢 钢倒的 是 钢倒的 你看 这是西安的吗 是 等会儿慢点啊 好饿啊 小心点啊 慢点 来 5 2 3 1 2 3 差不多了 好 好 遇到岛墓还是蛮危险的 特别是雪后的时候 如果注意不到的话 摩托艇过快 会一头撞上去 走到七八公里的地方 我们到了一条河边 这里是我们这次巡护的最深处 做河就是非法入区人员啊 就下网了 因为它没动嘛 这个有的灵王 它就能 能那个干啥 能 能做完那网里 然后他们就偷摸去拿走了 这条河的名字叫二岛白河 它是从长白山天池流下的水 最后汇入松花江 旁边的二岛白河镇 也是取名于这条河的名字 我们那时候一个组是七个人 就是这一个组就是七个人天天待一块进山 有的时候你背着吃的 他背一些吃的 来回巡护嘛 河山里头穿着来回走巡护嘛 走到哪了 到中午了 我们七个人坐一堆 找个河边 还有那保护区里的河 清澈见底 那水老清了 那可真是水里游的鱼都能看着 直接啪喝了就那么喝 说句实在话 那水喝起来 现在真是人那才叫个甜 那种感觉就是不一样 回去路上我让徐桂华先走 我留在后面 想自己待一会儿 我第一次发现风吹过树林的声音 有点像大海的声音 我一直想到长辩山的最深处 一个人站在这里 录下这最安静 最严实 最古老的声音 这里的声音 在十年前是这样 在一百年前是这样 在一百万年前 应该也是这样 刚说完这句话 一架飞机经过 想找一个没有人类足迹的地方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了 我想要找个独处的自然环境愿望 只是一个现代都市人的 一厢情愿罢了 对于徐桂华和明亮 这样的护林员来说 独处的另一面 其实是孤独 尤其是明亮 他后来申请去做了 瞭望塔上的瞭望员 每次上山两个人搭配 要足足收塔一个星期 你说一个星期时间长吧 其实也不长 你说说短吗 他也不短 有的时候吧 你说记宝厅 刚上去的时候 三十天 感觉 哎呀 挺好过 其实最难熬的是 最后有那三十天 正事的 你就俩人也好 你就头两天上去 还行 那牛逼吹一点 有坑闹啊 是不是 你吹两天三天之后 行了 各干各的 基本上都闹差不多了 最想孩子的时候 特别 给孩子打个电话的时候 孩子一说 爸爸我想你了 你啥时候回来 哎呦 那种感觉就是 明明有的时候 各梁王台上都能瞅着 你知道吧 就是现在晚上 二道白河不灯火会光吗 所以说 就离就感觉 离得这么近 我回不了家 除了孤独 工作环境的艰苦 也需要克服 每次上山 明亮都需要背着粮食 爬上两千多级的台阶 山上没有自来水 只能半年靠雨水 半年靠雪水 明亮刚上塔工作的时候 是2011年 那个时候山上还没有通电呢 手机信号微弱 要放在窗台固定的位置上 才能接停到电话 现在虽然还是没啥信号 但至少通了电 可以看电视 对于这样的孤独和艰苦 大自然也有它的补偿 人不说吗 没看过大海 你不知道你这个心胸 都有多宽广 你知道吗 就跟那种感觉一样 上去一瞅 整个那种保护区 你知道吗 老宽敞了 那 透明 一瞅 一瞅老远了 特别到了秋天 要问我说 大自然挺神奇 各式各样的色 你就各点 说句实在话 上去也挺好 你就各点瞅着 因为它绿的黄的 什么红的 什么色都有 五颜六色的 真挺漂亮 我想起小的时候 跟哥们在一起玩 特别喜欢 小人大雪之后 把小伙伴给 骗到某棵树下聊天 然后猛的踹脚 这个树就跑 树枝上的雪都落下来 落到它一身 灌到它脖子里 我们小的时候 特别喜欢 搞这种恶作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还记得我小学的时候 最好的朋友叫金海勇 是朝鲜族 我经常去他们家玩 吃他奶奶做的大糕 每次听到他和奶奶 鸡里咕噜的说话的时候 我一句也听不懂 但我一点也不好奇 因为东北很多家庭 都是后来迁移过去的 我奶奶在家就跟我说方言 山东话 我同学也听不懂 后来我都挺大了 都上高中了 忽然有一天我意识到 哦 我朋友跟他奶奶说的 不是方言 那是一门外语 那是朝鲜语 当然我今天知道 语言和方言的界限 有的时候并不是那么 敬畏分明 但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我想说的是 我小时候的生长环境 就是这样 不同的文化和生活习惯 交织在一起 而我自己浑然不觉 打个比方啊 直到我离开东北多年之后 我的东北味蕾 在召唤我的时候 我才发现 我心心念的那些味道 像泡菜 明太鱼 冷面 米肠 这些都是朝鲜族美食 所以这次东北之行 我去了东北 唯一一个民族自治州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首府 延吉 提示一下 2021年12月13日 我在延吉太兴村 录制了好几位 非物质遗产传承人 演奏的朝鲜族传统乐器的声音 我会把这些现场音乐 穿插在延吉片的故事里 在延吉我去了严禀广播电台 拜访了朝鲜与频道的南哲老师 我的曾祖那一带 是从朝鲜过来的 曾经在朝鲜的 咸进北道过来的 朝鲜已经饥荒了 旱灾 烙灾 它没法生存 他说坐着也是死 越江到对岸种地 也许能活过来 所以他们就是冒着 生命危险过来的 中国朝鲜族是这么形成的 而且中国朝鲜族 越江也有一种原因 就是日本已经吞并朝鲜了 日韩合并以后 朝鲜就是1910年开始 就是没有国家了 当亡国奴了 所以朝鲜族人 这个性格比较刚强 所以他受不了 日本人的精神上的侮辱 所以他们越江过来 咱们东北抗日联军的 那个萌芽和基础 都是朝鲜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朝鲜族 朝鲜族占沿边总人口的30%多 在延集的大街小巷 你看到的大部分招牌都是 朝鲜语在前 汉语在后 而且朝鲜族是中国的少数民族里 受教育程度最高的民族 每万人接受大学教育的人数 硕士博士的人数 都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在延集你既能感觉到强烈的东北气息 又能体会到一种抑郁情调 我这次来延集之所以会拜见南哲老师 是因为我非常想走进一个 普通的朝鲜族家庭 来看看他们的家庭关系和生活日常 南哲的父母都退休很多年了 父亲曾经在便电所工作 母亲是社区工作者 母亲崔人叔还曾经在80年代的时候 被评为全国劳模 很遗憾的是 在我抵达延集的刚刚两周前 南哲的父亲过世了 您父亲是刚过世是吗 刚去世 在半个月之前已经去世了 他们一直在开山团 他们是66年结婚 完了到朝阳村 在办公室里 南哲拿出了几本朝鲜语的书 都是自己印刷的 那是南哲父亲生前的书稿 咱们从这开始就写了 在不幸中出生的孩子 整个这一片都是我母亲的资料 记录者的身份 他把我母亲的历史给记录下来了 这都是您父亲写的您母亲是吗 对 完了他还给我那个赠送的 这是您父亲给儿子赠送的 我在想您父亲应该特别爱您母亲 写了这么多东西 都是给爱人写的 对 因为上天我父亲 一个人他到开山团认知以后 相似了我母亲成立家庭 完了先后生了三个孩子 我儿子也是在开山团出生的 你看我父亲他一个人去 完了他回来的时候 八九年回来的时候 那时候已经是家我儿子的话 一加一等于是变七个了 所以我父亲经常打过这个事 我自身一个人到开山 我就成家立业了 七个人回来了 他就很大的收获 人生完满 对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采访完南哲先生的第二天 我去到了他母亲崔大娘的家 他们家在延吉旁边的一个叫 长阳川的小镇 是一片胡同里的移动平房 崔大娘今年80岁 墙上还挂着他和老伴 在花甲宴山的照片 花甲宴是朝鲜族 为60岁老人举办的生日宴会 朝鲜族把60岁看成是 人生道路上的分水岭 所以对花甲礼特别重视 在他们家崔大娘给我展示了 老伴生前的遗物 和他们两个人的照片 平时跟您在一块 喜欢开玩笑吗 还是很严肃 对 那个有的时候 我们两个人一起 那个淘气也玩 什么家里一起玩 扑克也玩那样 你们一起打扑克 打扑克也玩 那个淘气也有嘛 淘气 跳棋 跳棋 我一直也没打仗了 结婚以后 结婚之后一直没打过架 我老头挺好 2015年我看过一部韩国纪录片 叫《亲爱的不要跨过那条江》 片子记录了一对老两口 相濡以沫的故事 片子结尾老先生过世 留下老太太一个人 在坟前哭泣 那个片子感动了很多人 成为当年韩国票房的冠军 一部低成本的纪录片 成为票房冠军 这也是闻所未闻的事 不过我看那个片子的时候 片中老两口互相打雪仗 玩游戏的画面 非常符合我对朝鲜民族的印象 包括中国朝鲜族的朋友也一样 一般性格都外向不少 平时一起玩 说唱个歌 跳个舞 从来不会扭扭捏捏 崔大娘是当地社区的 老年协会组织者 她经常和老伴 组织老年协会的大爷大娘们 去打理附近山头上的烈士杯 崔大娘给我看了一张照片 是一些老人在背前的合影 她挨个指着上面的人 对我说 人越来越少了 现在整个老年协会就剩三个人了吗 圣三个人也是 阿玛林寺的人家 一切专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到崔大娘有些孤单落寞 我和南哲先生想为她做点什么 崔大娘组织的老年协会有一个活动站 离他们家不远 但是活动站已经有一年都没有什么活动了 我和南哲先生准备在第二天去打扫安排一下 让老人们可以聚一聚 热闹热闹 让崔大娘也开心一下 去探望崔大娘的那天 我也登上了他们家旁边的山头 见到了他和老伴经常去打理的烈士杯 在这个山上远眺 你可以看到小半个岩脊的景色 远处有烟囱冒着蒸汽 近处有火车经过 无论温度 气味还是景色 都是我熟悉的东北冬天的样子 第二天一早 我和南哲先生去了社区老年协会活动站 这里和崔大娘家在同一片平房区 就隔着几条互通 这也是一栋朝鲜族的房子 主人去了韩国 把房子低价租给社区 做老年协会活动站 进到屋里之后 看到的是一个典型的 朝鲜族家庭布局 进门就是地板 在地板上有一口炉子 上面摆着锅 炉子跟地板是齐平的 旁边有个盖子 你要打开那个盖子 钻到下面的坑里面去烧炉子 所以这个 这就是朝鲜族特色的这种 叫地炕吗 对 地炕 刚才上面可以烧水什么的都可以 那是从这下去吗 对 我看一眼 把这个木板都揉起来 这个怎么打开 这也太酷了 烧完补去把木板盖上 然后这整个屋子都可以加热 对对 下面都是通的 它倒有炕 炕到 那我们今天应该把它加热是吧 那我们忙回家 把它加热 我们把院子里的一些柴火搬到炉子旁边 我主动请应来生火 没办法 的确是一个从小就喜欢玩火的孩子 这是在山上捡的枯枝是吧 这个我们昨天上山了 就像那个山了这样的那个才会有一个山 你小时候邻江也是那个烧炕的 我小的时候 在我上小学之前 我们家是住在平反 那平反应该是烧果的 对 烧果 后来也很神奇 就我们家搬进楼房之后 居然也有炕 我们家是在一层 我不知道东北为什么这个楼房里头也可以有炕 也可以烧 现在想起来还挺神奇的 快快趁热 哎 烧起来了 活动站的墙上贴着一个名单 是老年协会会员的名字和手机号码 炉子烧起来之后 我和男者挨个号码给老人们打电话 邀请他们下午来聚聚 我吃起来 1594431 您好 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请和对后再拨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空号 空号有可能是什么情况 空号有可能是 哎呀 它这个名字是 它是名字十年前写上去的 所以现在到了这个地方 有些老年人现在身体情况不佳呀 或者是有趋势的 联系不上的就是这个 主要是出国和趋势的 对 出国趋势的 你打了几个 这四个都打不通 就是打第五个 在哪里 你是叔阿姨吗 对呀 我是老年协会崔仁叔的大儿子 今天想邀请您过来 一起来老年协会这边聚一聚 因为崔阿姨 崔仁叔阿姨 那个老伴不是刚过世吗 我们也想对也想一起陪陪他聚一聚 在哪呀 就老年协会这儿 今天已经那个烧火了 烧火 几点过去 下午一点钟 一两点钟 行 好的 哎 哎 哎 那下午见 终于联系上 来两个啊 一个你不会 两个五块钱找好啊 联系到几个老人之后 我和南哲去附近的菜市场 买了一些打糕之类的小吃 回到活动站之后 老人们陆续过来了 包括崔大娘 有人带了饺子皮和馅儿 我们边包饺子边聊天 这个话题啊 总是会聊到崔大娘的老伴 她也个儿不太高 她挺瘦的 但是她可有劲儿了 就是一天带不住自己 走出去干活 她冬天啊 每天上上去啊 而且她又上不了 还有时间表 她给邻居 几点出来打电了 几点出来吃饭 几点走 不上上去 几点回来玩饭 什么样啊她 特别有规律 嗯 对那天还说呢 给我们看那个手表 是不是在电影局工作的人 对那个时间掌握的都特别准 时间表 时间表 大家看到的 他们两个说 平时吧 剪这个时间 嗯 现在要遍遍的人 早点 刚才阿姨问到说 平时会跳跳舞 其实您现在也可以 别一个人呆战 跟朋友们一起出去 跳跳舞 什么嘛 2010年开始 这个合同展开了嘛 听话了 吃完饺子 有人提议崔大娘唱一首 阿里郎是著名的朝鲜族民谣 他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版本 崔大娘唱的这个是讲和狼君的离别 阿里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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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让崔大娘欣慰的 自豪的是自己的孙子 孙子在长春工作 年纪轻轻就做到了 一个企业的管理层 而且刚结婚不久 崔大娘有了一个 汉族的做教师的孙媳妇 崔大娘还有一个 小儿子和女儿 都在韩国打工多年 现在丈夫又去世了 幸好大儿子就在延吉工作 能经常回来陪陪他 但整个东北都在人口流出 在吉林省 延吉和长春是 唯二两个人口净增长的城市 但这种增长是建立在 吸收周边县市劳动力的基础之上的 而且饶是如此 延吉一边是 很多年轻人去韩国务工 一边是人口迅速老龄化 留在家里的老人 多少有点孤单 这可能是整个东北的一个缩影 无论哪个民族 都有考虑如何留住年轻人 如何让东北冷冽的天气当中 永远有温情 有歌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寻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寻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参加 参加 哪儿 柳揚 柳螺 柳螺 琴琴 Myers multipl 第三章 铁岭 我不06年毕业的吗 那年我也不知道咋整的 也挺巧合的吧 就应聘上了一个北京的单位 就来北京了 从此就算是告别东北老家了 15年一两年也不定回去一次 回去一次也待不上两天 这就造成一个啥结果呢 就是我说话老是不自觉的 向普通话拷拢 总怕说东北话让人笑话嘛 慢慢的我发现 我都不太会说东北话了 挺多东北的那个方言呢 形式词啊 时间一长就忘了 但东北话是我的母语啊 你要是板着自己老不说母语 说句话之前 总是要形式形式普通话咋说 那你的语速必然会被图满 因为你掌握的最精准的词 都是你的母语 时间长了说话就变得磨磨叽叽的 尤其后来又有好多年 我的工作语言是英语嘛 这一掺和进来啊 普通话也给拖累了老爱夹点洋文 最后给我整的 英语没学明白 普通话带口音 东北话还给忘了 你说这玩意给我整的 真的我跟你说啊 我现在老怀念我以前在东北的时候 说话刚不溜溜脆那种感觉 特朴素 说话都不太打班的 这些年因为赵本辰小品的影响 东北文学成了显学 像忽悠这样的东北词 都变成了普通话 再加上近几年 以东北为背景的文学和电影创作 持续的把东北话推向全国 尤其是东北话的这个魔性魅力啊 不是有个梗吗 说大学宿舍里 但凡有一个东北人 四年下来 所有人的口音都被带偏 东北话作为一种方言 的确比其他地区的方言要统一点 但实际上东北各地的口音 还是略有区别的 你在电视上听到的那种熟悉的东北话 很多都是来自于铁岭 大家好 我是故事FM的爱哲 第一次来到这么大的城市铁岭啊 但这一次来不是来探访大城市 而是来踏上我的寻音之旅 我的这一趟旅程上 将要寻找一些关于东北的故事 东北的声音 从铁岭博物馆开始 嗨 您好 欢迎到我的老家铁岭来 来过铁岭吗 没有 第一次来 在铁岭博物馆 我见得了让我特别尊敬的崔凯老师 崔凯老师有很多身份 中国区域家协会副主席 辽宁省文联副主席等等等等 但最重要的是 它是赵本山小品的编剧 我们耳熟能详的春晚小品 像不差钱 红高粱模特队 牛大叔提干 都是崔老师的作品 崔老师把我带到博物馆的一个 带出门瓶的机器前 上面写着 东北俗语考试 玩玩这个是吧 这就是东北俗语 东北语考试 你看你会多少 对 丢脸 边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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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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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意思 独特 是独特的意思 还行 多少分 一百分 一百分 过关了 虽然离开的时间很长 看来我的东北话害行 我和崔老师聊了很多东北方言的话题 东北话里有很多独特的表达方式 好比啊 东北话里对不同的颜色都有特定的形容词来强化这种颜色 比如说说到黑色 就说雀黑的 红色就说通红的 绿色就说焦绿的 蓝色就说袜蓝的 白色是刷白的 用这样的语言讲话 你总感觉说的特别痛快 用最地道东北话才能做出最有东北味的作品 除了崔老师 在铁岭还有一个人 整天走向串向的寻找能说地道东北话的人 是赵团长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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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阿姨哲 我叫赵秀 目前是铁岭市民间艺术团团长 今年51 铁岭民间艺术团赫赫有名 从这里走出过的演员有赵本山 潘长江 范伟 导演张慧忠 张慧忠导演你可能没听过啊 但他的儿子你应该知道 那就是电影《钢的琴》的导演张猛 而且我在铁岭市民间艺术团还见到了钢的琴本琴 当时张猛拍这部电影的时候就是从艺术团借的钢琴 在外面包了层铁皮 在这家钢琴的旁边 我就采访了赵团长 赵团长对东北话 东北味这个话题特别有感触 东山省的发音都不一样 就包括辽宁 你包括大连 往辽南那边去 它发音就另外一种味 我们这是辽北 你到辽西那边 它往上挑 你看紧着 什么呀 干啥 它是那个味 它就不一样 你看辽北这边味 它又一个味 就包括我们田领地区 在这个县区发音都不一样 都能叉叉一点 如果它又没有香音 叉二十专也能叉 音准都行 但是就没有味道 这说完就像做菜式 有些菜你拿到很高的厨师一做 它就没有那乡头气息 它就没有 你就没有在农村那种炕头 大锅做出那味 它就没 就差一点 一样的食材 它也差 实际上艺术也这样 二十专我们品类也是这样 但是找具备这种味的演员 现在是越来越难了 就在本地也少了 尤其在城市越来越少了 在农村还好一些 比如说上了年纪那些人 一张嘴 那个味道 孩子很纯正 但是年轻人 比如说上学 这孩子从农村出来了 到城里几年 就变了 就跟你上学一样 你从东北走到北京 可能你大学毕业以后 你这声音绝对不是 你刚开始上学的声音 肯定会变 它说慢慢的 就相应越来越淡了 那个味道越来越淡了 铁岭民间艺术团 经常会去周边的村子 做惠民演出 我来到铁岭的第二天上午 正好遇到他们在排练 准备下午的下乡演出 对不对 不对 你是真的真的 你就真的真的 对对对对 白了 白了 自己就要唱了 他喜欢刚才 哦 刚才这样 我怎么会 猪八雀呀 小铃银啊 哎哎哎哎呀 还让我飞起来 哎哎呀 不上 不上 那个女儿花肉 我心里变贴 有多肯 脑袋一个人是不冷 哎呀哎呀 哎呀 哎呀哎呀 哎哎呀哎呀 哎哎呀 走 这出戏演的是猪八戒背媳妇 搬演猪八戒的演员嗓子有点哑 赵团长有点不太高兴 有直播累的 那样啊也有关系 这就天天晚上搬一看 给嗓子干了干了 是快手直播吗 抖音 抖音 对啊 就天天干直播 把嗓子干回去 哈哈哈哈 所以有时候有时候真是没完 矛盾 你知道吗 其实很多东西哎呀 真是矛盾 没法兼顾 你知道吗 这就是这就典型 做短视频跟那个 二人转表演 您在这个日常当中 哪个比例占的大一点 那反正直播每天都播 每天都播 工作两点了 嗯还行吧 我习惯了 这不主要是表演点啥呢 就唱歌啊 才艺调侃上的 嗯 聊天 您现在有多少万粉丝 我是没多少 几千吧 几千 几千 几千已经值得干了 来 来 拜 拜 拜 走 翠鸣啊 太月三更 那那如啊 茫茫爱有花 二亭的新香下哟 传来绕起声啊 听起点 识亮亮 弹起点 识掌声 地争的新香喊啊 向书方庭啊 他你是啊 风轻的 风轻的 风轻 风轻上轻 吉里里里里 哎呀呀呀呀 谁也睡不着啊 哎呀 哎呀 翠鸣啊 所以真正的 第一道的二人传 还是那种 传统二人传 还是以唱为主 还是唱剧情的 我们到天津展演 中国曲艺节 在天津展演 选了我们团一个二人传 然后那个主持人报幕的时候 下面游行都没二人传 底下哇加笑一下的 那我 他说哎 我什么意思 这这没得上彩 就就就就有彩了 这感情 他们就觉得啊 那样的 我们一上了一首 哎这边 哦 这是二人传 今天是2021年的12月11日 今天跟着铁岭市民间艺术团 来到铁岭下面的一个村子 叫江河炮村 因为今天铁岭市民间艺术团 有一个下乡的演出 我今天会跟他们一天 看他们下乡的过程 是什么样子的 因为疫情已经两个月没有下乡演出了 舞台就设在村委会所在的院子里 艺术团难得来一次 村民们早早的就在院子里等了 一些爱挑广场舞的阿姨 已经先在院子里扭着秧歌了 演员们在舞台后面村委会的几个办公室里化妆 赵团长带我去探班 他们都是到这来提前准备 先化妆化完妆 然后换服装后场 演出开始就能啥 因为咱们下乡条件有限 您今天下午是表演什么 一首歌 这首歌的名字叫《聊M小娟》 这位团员在疫情爆发初期的时候 在新闻里看到支援武汉的医护人员里 有人在防护服上贴了聊M的字样 聊M是铁岭的车牌号 所以他得到灵感创作的这首歌 这是一个特别的春天 这是一个特别的春天 新闻吃约武汉那边 有人叫你白衣天室 我是习惯叫你小卷 你离开家的这些天 你离开家的这些天 儿子说他好孤单 方便面吃到了风味 是乡条件一天 一顿脚子还飞了边 那天翻了你的朋友圈 看到一张你心的照片 白色背影上写着 聊M小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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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咱家的斑边天 两爱慕小卷 时间差不多了 村书记去广播室里 招呼村民们来看演出 全体村民请注意了 全体村民请注意了 今天下午 铁岭寺民间艺术团 到咱们江河宝村 来进行演出 希望全体村民 听到广播以后 抓紧到村里来 看样出来 当天最高气温是零上四度 演员只能穿着单薄的戏服表演 因为多数演员 都需要出演好几个局目 所以他们演完一出 到后台换完下一出的戏服 接着出来表演 没有时间暖和暖和 演出大概持续了一个小时 最后一出戏时间最长 有点像二人传 歌曲 小品和舞蹈的综合 今天新排的一个 今天新排的一个 样儿戏 这一段小帽吧 排了多久 排了 从去年就开始策划 然后今天排了半年 排一下历史 作为一个地方戏曲剧团 铁岭民间艺术团的 主要收入来源 都是政府采购 每年市里和省里 都会采购一些演出场次 让艺术团去下乡惠民演出 或者去一些单位演出 所以艺术团的很多剧目 都要配合宣传政策 不过赵团长还是希望 这里面能够尽量多地 去反映真实情况 比如这个表现脱贫的 央歌戏 里面也有关于 留守儿童问题的表现 演出结束之后 我和赵团长在附近的一处田里 散步聊天 现在的这个演员上 今天您说有同事来不了 是从别的团借的是吧 对 有一个 我们有个演员前两天被车创了 然后这两天 他就在家休息 养伤的 没有办法缺人了 然后就在别的团 借了一个演员 然后我们还有 还有一个演员 提出来就是不想干这个 不想干了 对 就是不想再干了 可能是因为家庭 生活上的压力 家里又 换房贷 然后还有 有两个孩子 可能也是没有 他爱人正的多 东美男人 就会觉得有自卑感 可能要去做其他工作 反正这段时间 也一直在做他工作 我们现在反正 就是这种状态 你今天看了演出 我们这一批演员 现在都是我们团 就是这么一批演员了 而且现在来讲 他们是最好的年龄的时候 再往后就面临这个人才 短缺 就是后继无人的状态了 没有年轻人 对 没有年轻人 我记得您说您入团的时候 十几岁 对 十几岁就到这个团了 实际我从小之前 这团长大的 人才需要从十几岁就开始去培养 对 因为你看我们现在的演员 有的都将近20年了培养 你看就最年轻的演员 都已经培养到 都已经培养11年了 没有十年半年还是培养不出来的 现在还有十多岁的孩子来学习吗 没有 目前没有了 因为我们现在目前也没有招生 就是学校那块没有招生 所以说现在就是说 后继无人 在八十年代实际在很辉煌 曾经是很辉煌 到2000年 2000年左右就 就走到低谷去了 就我们团也走过一个波折 就最早的时候是地方戏 等到九十年代末期的时候 就是西化的东西 清音乐 清歌舞 涌进来 包括港台 歌星发社就这样 那个时候的风气 你们那时候会做这样的表演 对 你得转 你不然的话 你们有市场了 架着鼓 什么时候乐队 比如那时候 流行歌曲 对 流行歌曲 好多那些 正好是咱国家摇滚乐 盛行 那个年代 全都都是西化的东西 说地方艺术全都 就不行了 就没人看了 没人看了 你不转不行 不转这个团 可能就更生存不下去了 包括我们乐队 以前明月的 该谈贝斯了 该谈吉他了 唱戏的 改唱歌 哎呀我 经过 经过那种 就包括我们那时候 跳民舰舞 改跳 静歌静舞 那时候 那是这个时代 然后呢 就是 那时候年轻也 也很喜欢 觉得这羊的东西挺好 就是他那个节奏感 和他那种 那种时代气息吧 就不像明月 他那么温柔 像水一样 而家人年龄 愿意听 那种激烈的东西 有过那么一个时期 等到 2000年左右的时候 就是那个时候 这个东西 情音乐 可能也趋于平淡的时候 然后那个时候 就陷入一种低谷了 到底是怎么走 还是继续搞这个 还是找回来 再找 再找这个 低语文化的东西 那个时候就是 都是陷入那种矛盾 也这个状态 包括这团也走向低谷了 我听起来特别似曾相识 就跟当下非常像 因为当下 尤其是那个 新媒体崛起之后 像短视频剧起之后 真是大家流行什么 就去做什么 所以我是最 我是最不喜欢这样的 就是你坚持你自己的东西 变什么活着就做什么 这也跟风 回到人才断层的困境上来 之所以很难留住人 收入低 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 为此 赵团长甚至允许团员 接私活 通过副业来养活自己 所以说很多年轻人 包括孩子 尤其农村孩子 他都很现实 他还不如学一门技术 学一门技术 比如我开挖掘机 我半年就可以去赚钱去了 你学这东西 三年行语一句不回唱 你可能行语吃不上饭 所以这个东西 对那天咱们一起吃饭的时候 那个我还挺惊讶的 主持的那个小伙子 你还允许他在外面 做婚礼主持 别的单位很少见 允许他在外面 接私活 我的管理方式就是这样 虽然你表面上看 他是做个婚礼主持 实际我倒认为 他也是一种锻炼和提升的过程 但是我都给他一些 幕后给他一些意见 我说你主持婚礼 别讲说一天两份婚礼 你别就换新郎新娘的名换了 陈泉一样 我说如果你有时间了 你一定要组织两套陈 就婚礼它也是不一样 你要拿变成你主持婚礼 我也觉得你要按艺术的感觉去做 让你说你看我这婚礼主持的 你看人家词给设计的 或者这个流程样式就有变化 不一样 艺术团里的这个主持人小伙子 不愧是做主持的 表达力特别好 说话也非常直接 他直接地告诉我 做婚礼主持只是他赚钱的一个方式 否则团里的工资真的很难生活 但是做婚礼主持对他来说 没有什么成就感 他所有的成就感都在艺术团里 当然这些话他都不愿意被我录下来 实际成就感就在这 就是我们比如他排一台剧目 得到的认可 这就是我们最有成就感的时候 比如昨天我们去那个树梨下乡 那个地方 他那个老书记我们都都守 因为我们年年去 去了好几年了 昨天去了 说哎呀 这老北京老问的 我们夏天今天在那演的 老北京说 哎呀问你们啥时候还来呀 说看过也愿意看 所以说你要得到这种东西 你非常 你就是非常满足那种 那种心理状态非常满足 说的不好听话 就是很虚伪 愿意愿意夸 因为日程安排的紧张 我只能在铁岭待三天 但是跟赵团长聊完之后 我心里特别的痒痒 我非常希望能找一个长一点时间 再来一次 跟着赵团长他们去村子里采风 我还记得一个画面 小的时候 我去乡下的大姨家小猪 快过年的时候 大姨家杀了猪 窗外飘着雪 我们坐在热炕头上 一边吃杀猪菜 一边听着大姨夫 插磕打魂开玩笑 现在想想 那时候唠的磕 那种带着香土味的故事和梗 何尝不是一种创作 如果当时都能录下来 应该都是特别好的脱口秀素材吧 这次在东北收集声音的过程中 我逐渐的有一层隐隐的担心 我担心我录到的这些声音 会不会成为东北最后的声音 铁岭民间艺术团现在的演员 都在40岁上下 等他们老了 或者生活遇到困难的时候 二人传的演出还能不能延续的下去 延级的朝鲜族人逐渐老去 年轻人流向别处 那延级的未来会变成什么样 长白山的生态环境还相当脆弱 护林园的努力 是否能够留住自然的声音 这次东北之旅的三个故事 每个故事都只是开了个头 我想把这期节目当作是 一个东北系列故事的序曲 我希望以后的每一年或者两年 都回东北待一段日子 持续地记录那里的声音 日积月累 这些素材积累起来 也许会形成非常有意思的档案 如果你也有推荐我去录制的 东北声音和故事 欢迎在故事FM公众号后台 回复关键词 东北来跟我联系 请跟我一起记录东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你的收听 咱们下期再见